进入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了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黑幕 近期传出了消息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杜宾将会继续的推出续集 而就在此时杜宾却突然失踪 有分析指出杜宾揭露马三家劳教所 揭露出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事实 触碰到了中共最痛的地方 步兵因此消失踪 在习近平访美之际 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至今 已经有14年的法轮功群体 再次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我们的专题报道 今年4月 中国Lens视觉杂志推出一篇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 报告揭露了马三家劳教所对待劳教人员悲人的迫害震惊了中国民众 随后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宾在5月1号全球网路供应纪录片 小鬼头伤的女人 更加全面地曝光了发生在马三家这一人间地狱的惊天罪恶 这部纪录片片长99分钟 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 其中有深渊的上访人员和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揭露了被女警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 包括关小号 称行 十字调 悬空挂 老虎凳 死人床 电机乳房和生殖器官等 杜宾曾表示 实际上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除了上访人员外 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在习近平访美之际 小鬼头伤的女人导演失踪 再次引起各界对劳教制度的关注 掀起要求终止劳教制度的声浪 现在国内也有很强的呼吁就是改掉劳教制度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 劳教制度其实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它根本就是违法的 刑法规定的很清楚 除非有检察院批准 有法院判决 你不能随便抓人 不能随便把人扣押 你创造这么一个监狱 什么手续都不要 可以随便抓人 这本身就是非法拘禁 就是中国政府在犯非法拘禁罪 6月6日 30多个人权及信仰组织 在华盛顿DC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 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会晤期间 正式要求习近平释放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 王志文 李昌 以及著名人权律师高智盛等16人 盖名单已由四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 正式送至白宫转交给奥巴马 吉林黑嘴子劳教所幸存者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 在习近平访美之际 也发表了致习近平公开信 他呼吁习近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为了自己也为了中国人的未来 抛弃共产党 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凶手 立刻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立即制止迫害法轮功 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